十五支安打裡面有八支的長檔 這個球打出去又咬得很紮實 中間方向中外球有機會接嗎 貼帶拳大牆跳起來 這個球還是越過去了 應該是有越過去了 所以是Bad to Bad連續的兩支拳雷打 中興兄弟外野手陳子豪 在開季一個多月後 終於在五月十七號敲出本季守轟 今年球季陳子豪打擊陷入低潮 五月二號殷傷夏二軍前 四四個打擊僅敲出六支安打 打擊率一成七一 三陣掉了陳子豪 其實每年開季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是這樣 只是今年可能 自己也對自己的希望比較大 然後打不好自己也會想得有點多 動作會改來改去這樣 那剛好有這次剛好受傷 然後有時間下二軍就在這裡慢慢調整 然後教練也是讓我 教練也是對我有信心啊 然後希望我可以把 在這裡把手感調整好再上去的 創下自二零一四年以來 生涯最差開季表現 陳子豪在二軍這段期間 也持續調整心態與動作 希望能盡快找回打擊手感 秋哥他們有跟你說什麼 反而他是叫我不要急 就是慢慢來 因為我每年都是這樣 一開始就是很急 很想要幹嘛 很想要打多好 打多好 但是每次都會有落差 有落差之後自己心態上又會太極端了 這次下來就會讓自己比較放鬆 然後開心的進行去練習 然後比賽這樣 最近也是因為在上面的時候 黃泰龍教練也是幫我調整很多 關於下盤的東西 就是在二軍之後 他交給我之後我在二軍都 現在都自己在練 五月十四號 陳子豪重返一軍 十七號對戰統一師 五個打樹 敲出三支安打 敲出本季首次蒙打賞 打擊率也會升至兩成明八 期待陳子豪的回歸 能為中興兄弟增添更多打擊火力